看看新闻网 平心招牌平民价格 这家麻辣火锅不活也难啊 这开饭店可是耗精力又耗时间的体力活 三位合伙人真的做好了准备 开业当天身为麻辣火锅店老板娘 李冰冰应景的小辣椒装扮甚是有心 而身为店铺主管食品安全的技术总监 李冰冰评论其火锅界也是头头是道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记者在走访 这些火锅他们的那个 地中油啊 油啊还有汤料啊 还有锅底啊什么的 都是各种东西调制和对质出来的 我说如果我们做的话 如果我跟你参与做的话 我觉得至少先保质保量 治愈人权早在市营业阶段 我们的记者独家探访店面时 就已经忙着打点店面生意 三位老板里面就数他经验丰富 他自己投资的火锅店在上海 广州北京已经开了三四家 谈到生意经任老板是津津乐道 在四个月前我们就用了 大概一次的聚会的时间 我们就决定做一家投资公司 创造一个品牌 相比之下另一位老板黄晓明 别说开业前去都没去过 开业当天也只有个人相处在那 他人去哪了 小明黄老板 听到吗 咱们结束了 再来再来再来 人在上海感谢 电话也打不通 黄晓明这县城老板 当的可真轻松 这样看来李冰冰负责对外宣传 人权主持店面生意 再加上黄晓明这位不管事 只投资的合伙人 这三位老板的分工已经是相当明确 可这分红又得怎么算啊 那能分红吗 我们那个亲兄弟名算账 分得可清楚了 各拿各的 你也是三分之一啊 有着人权这位明星中 最有投资眼光的老板 再加上新作老板娘 风风火火行事的李冰冰 黄晓明看来是坐等收钱的节奏啊 至于这家店能否在火锅界一桶江山 明星效应可不是长久之计 关键还是得看品质和价格 理论新天地明星老板不一单 综合报道